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4月5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咱们先来看过去24小时发生的几件大事 一、正如意料之中的五角大楼刚刚宣布了新一批队伍军事援助 价值26亿美元 这批军事援助包括短期援助和长期援助 短期援助价值6亿美元 包括美军库存的各种装备和弹药可以快速交付 长期援助价值是20亿美元 主要包括美国政府未来为乌克兰购买的各类先进装备 从订货到交付需要一定时间 相比以往的军事援助 本次军援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弹药包 主要包含各类弹药和后前设备 在交付的弹药中 不仅有各类北约155毫米标准炮弹 120毫米迫击炮弹 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弹药 25毫米弹药 海马斯精确制导弹药导弹 还有数量不少的苏式弹药 包括122毫米和130毫米炮弹 122毫米火箭弹 以及用于高射炮的23毫米炮弹 看起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 依然能够继续从其他国家买到这些苏式弹药 至于后勤装备 包含10辆用来运送重装备的M1070重型拖车 18辆装备抢学卡车 以及重型油料运输车等等 很多朋友或许会觉得 这些非战斗车辆不如坦克不战车来的刺激 但真的打起来 这些装备发挥的作用一点也不会比坦克小 咱们设想一下 总有一些坦克会被击上 而这个时候如果能及时运到后方 甚至波兰捷克进行维修 过几天又是辆随时能够投入作战的好坦克 但如果不能及时后送 就只能任由其在被击上的位置生锈或被摧毁 等于硬实力又少了一块 另外如果一些乌军单位因为缺乏油料无法动弹 可能因此措施战机 而此刻一辆油罐车对于这支部队来说 无异于天降甘烈 俄罗斯在本次乌克兰战争中之所以步履为舰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其之前的军改中 片面强调了迎击战术群编程内的火力要素 而没有增强更重要的后勤维护能力 这样的缺陷在南欧赛提格鲁吉亚 短暂军事行动中看不出来 但一旦在乌克兰被阻击 就出现了大量军车因缺乏油料无法动弹的名场面 重视后勤重视维修 重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正是西方军队能够以教手的人力装备 抗衡燃术和军事武器数量多得多的 华约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美国大举援助弹药和后勤设备 无疑是准备帮助乌克兰夯实大反攻的物质基础 二 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发帖称 他和即将访问中国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了电话 双方讨论了未来的联合国际活动 还谈到了支持乌克兰的其他问题 包括准备第11套制裁方案的必要性和执行欧盟委员会建议的进展 泽连斯基称 他与冯德莱恩一直保持联系 周二早些时候 欧盟委员会表示 冯德莱恩将在访问中国之前与泽连斯基协商有关问题 冯德莱恩表示 乌克兰将是他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要议题 欧盟希望有一个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正和平 他说 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作用将影响其与欧盟的关系 三 克里姆连共于4月4日宣布 普京和卢卡扇克将于4月5日举行私人双边讨论 并于4月6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联盟国最高国务委员会议 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扇克于4月5日和6日在莫斯科会面时 克里姆连共可能会试图胁迫白俄罗斯进一步融入联盟国 克里姆连共表示 联盟国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将讨论通过2021年到2023年的28个不同的联盟国计划实施联盟国条约 克里姆连共表示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官员还计划就其他未知名的进一步一体化的实际问题达成协议 可能是在情报共享领域 因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希尔盖那里时间4月4日在明斯克会见了卢卡扇克 并讨论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情报共享 克里姆连共可能以保卫联盟国免受声称的西方军事或恐怖主义威胁为名向白俄罗斯施压 要求其做出更多一体化让步 另外克里姆连共继续试图利用核威胁来阻止西方在乌克兰计划反攻之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俄罗斯国防部长希尔盖少尔谷指责北约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附近加强战斗训练和侦察活动 为俄罗斯决定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辩护 并指责西方在4月4日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 使乌克兰战争升级 少尔谷强化了俄罗斯现有的核威胁 称白俄罗斯拥有具备核攻击能力的攻击机和具备核打击能力的伊斯坎德尔系统 少尔谷还表示 白俄罗斯的导弹部队于4月3日开始日在俄罗斯训练操作伊斯坎德尔系统 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 美国战争研究所之前报道说 截至2023年2月 白俄罗斯军人正在俄罗斯接受伊斯坎德尔系统的培训 少尔谷的核讨言论重战旗鼓 正是芬兰加入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新援助计划之时 美国战争研究所评估说 核升级的风险仍然很低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的战术核武器 极不可能影响乌克兰的战场现实 此外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的核武器 几乎肯定仍有长期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员控制 四 泽连斯基总统和他的妻子奥莱娜泽连斯卡 开始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 泽连斯基将与波兰总统杜达 总理莫拉维斯基 瑟姆和参议院议员商业代表 志愿者边境城镇市长举行会谈 波兰方面表示 会谈期间 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乌克兰与波兰关系的方方面面 重点是安全经济合作和历史问题 泽连斯基在接受波兰最高荣誉白英宣章的仪式上说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和我的妻子一起 在这里感谢杜达总统 感谢他的团队 感谢波兰政府和每个波兰人已经所做的一切 他说 你没有放弃乌克兰 你与我们并肩站在一起 我认为 这是我们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 历史结果和历史力量 他强调说 在战争全面爆发的最初几天和几周内 当乌克兰需要最大援助时 两国之间几乎没有边界 根据一项最近的民意调查 乌克兰人民对三位外国领导人的印象最佳 他们分别是前英国首相约翰逊 美国总统拜登和波兰总统杜达 波兰在开战后 给了乌克兰无比坚定的强大的支持 其率先几副的坦克 自行火炮 装甲车飞机和其他武器 有利帮助了乌克兰人的抵抗事业 波兰还接纳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乌克兰难民 并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波兰还推动乌克兰获得援助 特别是获得鲍尔坦克 还孜孜不倦的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 泽连斯基已经出访过美国、英国和法国 并和杜达在热书夫举行了两次会晤 分别是去年的12月和今年的2月 是在访问美国和欧洲国家后 经波兰返回基辅期间会晤的 但是这些会议不具有正式访问的意义 对于波兰这样一个鼎立相助的国家 自然也应郑重其事的访问一次 以显示乌波两国的友好关系和长期合作 好 咱们来简单看看战况 一 在过去的一天里 战线没有太大的变动 敌人继续将其主要精力 集中在莱马、巴赫姆特、阿弗蒂夫卡 和马连卡方向进行进攻行动上 乌克兰国防军白天击退了60多次敌人的进攻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的人员和军事集中地 进行了9次打击 一架俄罗斯开一个微型高精度无人机被击落 乌克兰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 集中了三个控制点 两个人力集中区 两个BM-21冰雹多管火箭系统 和一个敌方电子战系统 俄军用坦克炮击维利卡诺沃西尔卡 依然死亡 更多人受伤 二 乌军经常用坦克和装甲车 抵进俄军战壕轰击 俄军束手无策 只能挨打 这从侧面证明了 俄军缺乏反坦克武器和武装直升机 三 最近网络上出现 越来越多的无军单位在后方集结的视频 这或许可以间接证明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正在部署当中 预计会有更多的部队 抵达紧挨着前线的后方地区 乌克兰电视24频道 预计反攻将在四五月份展开 四 乌克兰武装部队演练 装甲战车侧以掩护坦克进攻 步兵尾随气候推进和占领战地 五 乌克兰人是热爱生活的 动手能力又强 稍微整治一下 野外的战地也能变成豪华酒柜 还记得以前播出过的 俄军住在猪圈里的画面吗 和不爱卫生也不讲究的俄军不同 乌军不管在哪里 都要把环境搞得整洁一些 毕竟人要有人的尊严和相应的面貌 六 乌总参公布的昨天战果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176,240人 新增550人 坦克3629辆 新增2辆 装甲车7005辆 新增6辆 火炮2707门 新增10门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